那么这个您刚才讲到我们就讨论第三个话题 您讲到英女王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 只有这个名誉 只有这个成高的地位 他都不愿意把权力交接下去 那其他的有权力的专制体系里面 那皇帝他当然是不愿意交这个权 那么您觉得在现在的体制之下 我们民主体制是每四年或者每五年换一次这个总统 对吧 或者是这个总理 这好处就在于大家不行再换一个 但是还不行的还要选举 那造成一个确定是政策没有这个真正的继承性 甚至可以说呢是对立的 而专制政权他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可以终身制可以维持很长时间 所以才出现了所谓的这个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普京 给他三十年对吧 现在也有一点说话要给习近平三十年 不管是怎么样 那么您觉得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一个最高权力的掌握者 他任期的时间长一点有他的好处呢 那要看这个君主本身的这个性格 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如何 如果是个明君 你巴不得他长命百岁 像李光耀一直也活到九十二岁 但是脑筋到他逝世的那一刻还相当的清楚 这如果秦始皇再活这个三十年 他的这个中央集权死会越来越收得紧 是不是 如果秦始皇不早死 那么刘邦啊 也不能够及早啊 能够登位 所以呢 确实如果有一个君主制 如果这个君主是英明的话 能够保持正确的政策 延续的比较长 而且呢 不受那些内部的外来的干扰 新加坡是个例子 但是第一 新加坡这个国家非常小 第二新加坡呢 也不是个完全能独立的国家 他做一个港口 他没有资源呢 他还是要依赖美国 在金融银行方面的这个主顾 所以呢 新加坡这个模式 是不能参考的 他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反而你中国历代 三百多个皇帝 从这个什么夏商周开始 到这个元明清 有很多这种君主制 在这个皇位继承这个交替的时候 出现的这些冲突或者是动乱 这是前居可见 当然中国老百姓 所有又说回来 对于这些详细的怎么交接 他是不管的 总之呢 有地可种 有田可耕 有粮食可以吃 那就千秋万代 他不管 所以往往呢 是出乱子 是在首都 是在京城 或者是什么 这个 皇帝传给这个皇子 这里头啊 勾心斗角 对于外面的地利与我何有灾啊 这些农民 他基本不关心 所以呢 这个问题 有正有反 相反 你这个美国 欧洲这些 四年一任 五年一任 选出来的首相跟总统啊 位置没坐得稳啊 就想到连任的问题 好像美国现在就是 对啊 刚刚坐上去 现在就讲 中期选举了 对 好了 那拜登呢 必须要为中期选举 保住 国会两院的 大多数啊 来使劲 是不是 所以呢 他现在眼 眼底就盯着 两年之后的中期选举 到了中期选举 他马上又盯着 四年以后连任 到底有多少心思 真正放在 为国家长治久安 美国的长期十年 二十年的利益呢 这个有点的 让人怀疑 是吧 虽然他现在推动这个绿色能源经济 不遗余力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后面也有搞的这些绿色能源呢 这些大企业这个利益在后面推动他 这也是新世代的美国财团跟上一代的个冲突 把这些石油啊 煤炭啊 这些彻底啊 清理出 经济历史舞台 嗯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美国呢 这个这个民主制度确实有他的毛病 最近你如果上这个Netflix 看看一个 在克林顿时代能曾经当过劳工部长 这个叫雷克 雷克呢 过了三十年 二十多年 他接受这个几路片的编导讲 他说整个美国的民主 是有重大的结构性的毛病 这个几路片呢 这个英文叫Saving Capitalism 叫成就资本主义 嗯 这个片名的范围比较大 其实是Saving American Democracy 就成就美国的啊 这个民主 他认为这个话 其实跟我这一两年分析 有雷同之处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议会民主 出现金属疲劳 啊 这个金权呢 控制国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然后现在美国的民主已经 不能解决根本的贫富悬殊的问题 无论是川普上台 还是奥巴马 还是拜登 啊 因为呢 这个财富越来越往金字塔的顶部 累积 然后中产阶级越来越薄 基层加非法移民呢 这个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嗯 啊 这个纪录片就现在就非常 具体的点出了美国议会民主 现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对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你四年选一次 四年选一次 四年的任期是不是太短 对 两任八年是不是不够长 对吧 但是万一碰上一个不好的 你就糟糕了 民主除了您刚才讲 精硕的疲劳以外 还有很多事情 现在越来越难以解决 还有一个民策主义 老百姓的 比如说政治正确 比如说极右极左 那两种主义 对于老百姓来讲 都是很可怕的 还有一个就是政党政治 我们原来认为政党政治非常好 对吧 但是现在的政党政治是说 只要你在台上 我所有的反对 只要我在台上 你所有的反对 那从台湾可以看得很清楚 跟美国也看得很清楚 没有一个在野的政党 去考虑 设审主义 去考虑国家的事情 也就是说 我要反对就反对 所以这个 办法的很多法案 那么在共和党的那个地方 就是您支持 您支持 所以确确实实是 给我们政治学 这个带来了很大的一些挑战 这也就是习近平很得意的地方 实际是在我们这边 但是实际上冷战结束的时候 大家就看得很清楚 专制社会 尊主 要碰到好就好 碰到不好 就麻烦了 因为为什么呢 他是一辈子在台上 对吧 然后你就要暴力革命 然后你就要政变 所以各有各的千秋 对吧 各有千秋 您觉得呢 如果现在十三一老百姓 觉得这个 有君主权力地位的伟大领袖 对他感到满意 为什么不能够维持这个制度 我不懂 因为呢 你尝试过这个共和制 也尝试过集体领导制 如果都心心盼月亮 出了个英主 这个英主 如果你不让他多干几件 是不是又错过了 这个历史良机呢 那始终的判断 权力又在哪里呢 我想在这个老百姓 这个手上 还不是在海外的一些公司 是不是 如果老百姓觉得这是好的 那很好 对不对 其他国家的人管不着 现在俄罗斯也是这么一个样子 你比如说俄罗斯 这个我们西方国家的 对俄罗斯的体制是非常的不高兴 对普京是非常的不高兴 但是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 你不能说他有毁败性的危险 这个是很吊诡的事情 那西方报道 从来西方的传媒没有深入的报道 为什么普京这样玩 二人转 跟那个梅德韦杰夫 这一届做的总理 下一届总统 下一届总理 基本的俄罗斯的选民 包括年轻人肯接受 当然这里头有很多反对示意 但是每一次那个选举他是赢的 那么普京在国内 现在对年轻人采取的政策是什么 比方讲普京有没有下令 西方美国的网络跟脸书 在俄罗斯屏蔽掉或者是封掉 其实普京对内的政策 除了经济搞得好以外 他不要得罪年轻人 尤其是有这个议会民主制度 以下的俄国的年轻人 是不是 所以你要研究一下 现在俄罗斯国内的网络政策是什么 有没有屏蔽的 有没有把一些网站给封了的 是不是 当然这里头有个别公司 变成了反对党领袖 他是下铁碗的镇压的 但是整体来说 年轻人对普京 并没有太大的反感 但是我们要讨论第四个话题 就是万一真的名指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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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